这是一个专门为明星改装汽车的工厂 篮球巨星奥尼尔就是这里的常客 他在这里改装的汽车超过了50辆 由于体型远超长人 他每一辆定制改装的汽车都非常具有挑战性 而这一次的改装最为困难 这是一辆北极星三轮跑车 奥尼尔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非要买下来 结果做都做不进去 没有办法只能联系到改装厂老板基斯 希望他能帮自己改装一下这辆车 奥尼尔亲自来到改装厂 基斯热情地出门迎接 从两人打招呼的方式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关系绝非一般 一阵寒暄过后 奥尼尔向基斯表达了自己的改装诉求 经过一番详细的讨论 他们敲定了基本的改装细节 奥尼尔走后 基斯开始着手改装 普通车的定制改装基斯都会先把渲染图做出来 然后再开始施工 但是奥尼尔的改装项目 需要先施工再画渲染图 因为他们也没有具体的改装方案 只能边干边琢磨 这一次基斯决定先将汽车整个拆开 然后再确定具体改装方案 工人用工具将车上的所有零件都拆了下来 将他们整齐地摆放在工作台上 另一边的基斯正在和设计师研究具体的改装方案 为了装下奥尼尔庞大的身躯 他们必须把车身延长10英寸 并且还要为车漆换一种更加高大上的颜色 最后再为汽车贴上奥尼尔最爱的超人logo 确定好了改装方案 基斯安排工人开始切割车身 他们先用胶带标记出需要切割的位置 然后用叉车将它放到工作台上 接着开始疯狂切割 经过一番折腾过后 整辆车被整齐地切割成两半 工人慢慢地将车身拉开到指定的距离 并且保持它们在同一水平面 然后将切口位置打磨光滑 接下来便要开始切割整个外部框架 将其扩大一倍 这是为篮球巨星奥尼尔改装跑车的过程 首先工人将车身加长10英寸 然后开始加固外部结构 使它能够承载奥尼尔庞大的身躯 工人先将原有车架全部切除 然后用大号钢管重新焊接出一个全新的框架 为了使车身更加坚固 所有的连接点均使用套管模式 这些两头系中间粗的套管 可以大大提升车辆的抗压性 由于车架扩大了一圈 车身外壳无法将其完全包裹住 所以工人必须为缺湿的部分重新打造板件 他们用泡沫做出对应尺寸的面板 然后涂上粘土 再将其刮平 接着涂上一层黑色的树枝 并且在上面撒上一些淀粉 再将玻璃纤维贴上去 如此往复几层带气凝固后 缺湿的板件就打造好了 接下来就是内饰部分的改装 这里最主要的就是改装座椅 一般的座椅根本装不下奥尼尔的大屁股 所以他们必须把座椅加宽加大 这一过程用到的材料主要是泡沫 工人将泡沫贴在座椅周围 然后用小刀刮平后 一个大号座椅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用蜗牛皮将其包裹起来 但是基斯看到制作好的真皮座椅 表示其造型太过简单 他希望加入一些小的菱形元素 工人虽心有抱怨 但也只能重新进行缝制 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 终于完成了新座椅的打造 不得不说老板基斯的眼光还真不错 重新制作的座椅明显高大上了不少 与此同时 喷漆车间这边也制作好了样板 工人拿来几种不同颜色的样板给基斯看 最终基斯选择了酒红色 确定好颜色之后 工人开始对车身进行打磨 为接下来的喷漆做准备 为奥尼尔改装一辆车有多复杂 由于奥尼尔有着绝非常人的大脚 所以在踩刹车和油门的时候极不方便 为此基斯拿来奥尼尔的鞋子 在车上比划了一番 可以看到他的一只脚 就可以同时踩到刹车和油门 这是极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他们决定扩大油门和刹车的距离 油门位置不变 刹车和离合器分别向左侧移动两英寸 这样就能保证各个系统互不影响 另一边的喷漆工房内 工人正在对车身进行喷漆 他们要为奥尼尔喷上一层 他最喜欢的酒红色 并且每一块板件上都印有超人标志 完成了所有配件的打造后 就要开始进行最后的组装 所有员工上下起手 很快便将所有零件安装到位 基斯坐在改装好的加大号跑车上体验了一番 他确信奥尼尔一定会喜欢 第二天一大早 奥尼尔坐在宝马的引擎盖上来到车厂 看到眼前这辆车后他傻眼了 奥尼尔以为这就是基斯 花了两个月时间为他改装的跑车 当他正要发飙时 助理将改装好的北极新开了出来 奥尼尔被震撼到了 他仔细地端向着眼前这辆车 他与两个月前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他迫不及待地上车体验一番 激动到眼泪都流了下来 他将基斯揽在怀里 仿佛在说你真是我的好宝宝 这就是为奥尼尔改装跑车的全过程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